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RJS 今天我们来拆两个快递 一个特别特别小 一个特别特别大 放不到这个桌子上面 我们先拆这个小的 万次火拆 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这个包裹已经漏了 漏的话就直接拿出来的 这个确实很小就很小就要 这个叫万次火拆 看一下 现在还给了小耀耳扣 这个 表面是都类似不锈钢的 然后 这里面像是塑料的啊 这个可以拧下来的 你看像小锅一样 这应该是 费用的打火石吧 先把这个拧开看一下啊 啊 就是这个样子 看一下 全都像棉花一样 真的一个 是打火石吗 应该是 那是这样打的 哦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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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两个打火石 在一起摩擦的啊 下面我就找一些纸线啊 啊 为了防止这个桌面被烧着了 买一个电板 闻着味 它这个闻着味是柴油的 试一下 好 那看这个火星啊 哇熟了 搞得好快 你再试一下 啊 它直接把这个顶了 我以为它是火星的 对吧 直接烧鼓起来的 但是烧两次它就没有 没油了 就没有油了 我换一下 它这个需要往里面加没油啊 我估计别几次 应该顶不着了吧 这就没油了 用它这个火星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给给也炸了 嗯 嗯 哦 啊 比较尴尬啊 这个 这个万斯火柴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可能因为这个做工不大火 然后这个气跑没了 下面我们去拆开一个大块地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拆的这个大件 拆开 拆开应该看到油帽了 就是它了 我把它组装起来 没事 需要什么水 不需要安装 注意 也可以听凡事什么东西的 一个落地的架子 这个落地架子有什么用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正常的拍摄画面 前面这个手机 然后后面有个镜 因为我这个手机 我是看不到这个拍摄的画面 我只能在后面放个小镜子 但这个小镜子它放的 实在是不是很好使 所以我就换一个大的 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落地架已经放好了 我们看一下 可以通过这个镜子看到这个拍摄的手机里面的情况 这样呢 这样的看起来就方便一点 下面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工作环境 因为这个我马上要办个新办公室了 这个就是我平时拍摄的地方 这边有三台灯 然后往下看 这都是快递 这边也是快递 这边还是快递 这边呢 看一下啊 这是我的一台电脑 这边有沙发 然后还有这边小柜子 在这边呢 这是另一个办公区了 再往下看 这就是一大片的快递啊 再往右看 这个是一个办公桌 这边还是一个办公桌啊 地方比较杂乱 这个有超多的快递啊 这个快递还是有好多东西都已经送出去了 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已经被我抱去了这个新的办公地点 这边也是 这个AWM之前说是送的 但是那个因为这个坏掉了 所以出奖的获得者呢 我就重新买了一个给他 这边还有吃鸡的空投信号箱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希望以后能够拍出更多好的东西啊